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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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就是我下禮拜要去一個編輯們的聚會 可是我就想說我如果穿這樣的話 我要搭哪個包包比較適合 其實我覺得這個包蠻適合你的 怎麼說呢 對啊 因為其實你穿的有一點甜 又帶一點個性 這個包啊 看它還有毛釘 然後這個品牌又有它的一些經典的logo 白色加毛釘 其實我覺得蠻適合你的這一套穿搭 今年真的很流行小包 其實你看 像這樣子的煉包 它可以短的 也可以長的 你可以看 今年是真的很流行小包啦 所以你這樣子看下來 小包的水桶包 這個好像也蠻適合我今天的穿搭 這樣子 後背包 我覺得其實後背包也很適合你今天穿搭 然後它還有這樣子 毛釘的設計 然後小包的部分也有這種 今年流行的粉藍粉紅 這也都是小包的部分 如果是A4大小的啊 我們可以看像這樣子的包款 非常非常的大 有多少個隔間 這好適合塞一些化妝包啊 對啊 就是一些女生的用品在裡面 然後其實它也有附一個背帶 那背帶的話它可以手提 然後也可以肩背 這也是亮色系的包 但是它有一點點像書包 這一般女生應該蠻喜歡 就是這種天美又蠻亮的顏色 對啊 其實書包也是這幾年很流行的一個款式 看一下像這樣子也是可以放下A4的大小 這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 對啊 其實今年的包款都是手提肩背 2-way的感覺 還有像這種硬挺的 你看 空間感其實也是很大 然後再來的話 像這樣子都是A4大小的包包 都很適合放 那如果是那種比較成熟啊 然後穩重的那種 算主管階級的 對 那他們比較適合什麼包包呢 因為主管給人家就是要專業 所以這邊的包款啊 就是會選擇硬挺的包款 像這樣硬挺的 然後還有這種顏色 對了 還有顏色的部分也很重要 我都會選擇比較沉穩的顏色 深藍色 深色調的 或者是大地色調 裸色調的 其實都是蠻適合主管階級背 對 那主要就是 因為他們這幾個包款又很硬挺 然後又很方正 就感覺是專業度很有 老師 我先走了喔 掰掰 其實啊 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為大家準備的包啊 都是在萬元到三萬元左右 很適合小資女投資喔 好多 PAT 打開